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法华经》 大家应该从总体上讲都很重视 应该比较传承他这里整个听课的精神都还比较不错 当然也有人可能刚开始好记性 然后后来也有退转 退市的 我想《法华经》每天讲的直播的那一堂课如果圆满 的话到时候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发一个文法传承证 因为他过了一天以后虽然可以得加持 但是真实的传承得还是不得也不好说 所以如果真的传承要得现在很多人是通过录音和食品来得 其实从长远来看全部是很好的传承应该当场可以得的 过了以后最好是当时传授者面前听过的一个人 在一个人面前今天有些人跟我讲 他以前听《大花花王王》的时候有一段 好像好几堂课拿了现在很想用我的录音带 或者用食品来借传承 但是后来的食品来借传承有些人说可以 有些人说不可以所以也不好说最好比如说 我以前讲过《花花王王》就像藏地一样 哪些法师应该有得心的人不然特别 当时虽然在场但是行闻非常不好的话 不一定听得圆满所以应该在一个人面前听受 这个很重要的以后汉地要包括《法花经》也好 其他很多经的传承最好是当场得到 或者说将来没有得过当场有传承的人 在他们面前得到 所以我也这次希望在座的各位应该在传讲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我在念传承的过程当中大家很认真地听 如果我念藏文传承的时候有些文字没有听清楚 我们现场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在网上有时候很不好说 网络效果不好 信号不好有这种情况 如果藏文的那一段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 在讲汉文的那一段的时候大家要听清楚 我想应该没有差别的 如果汉文的那一段听不清楚的话 前面藏文的那一段要听清楚 总的来说我也希望你们这次听受的人都圆满传承 当然死亡无常有些是可能 我也在想生命如果没有无常的话 我也很希望把这本书 也就是说这个经文全部传讲圆满 然后你们也是一样的最好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违缘 尽量地把传承圆满 有时候可能说我们宿命也是无常的 前一段时间我母亲她很想听圆满吧 但是刚好整个开始的时候都已经离开世间了 所以可能有些时候这个无常随时都会回来的 这个也没有办法本来她也听不懂 但是她可能会一个是听个藏文的传承 第二个多年以来听一下我的有些传承 声音 包括念普贤行元品这方面很执著的 当时我也没有间断课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整个这次我们这个期间你们也知道 我也没有中间间断吧 我那天给慈征罗诸堪布也说了一下 他以前他母亲圆寄的时候 他也没有中间没有为他听课 当时他接到那个通知的时候 从拉荣这边包个车到他家乡去领尸体 当时说我们学院没有公路 在罗若那个地方他和他弟弟 大概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轮游背着上来 第二天照样上课当时说 《两立宝宗论》当时他母亲死的时候刚好 学院里面当时不是每一个月当中 我们学院念经的时候有个官家吗 我当时刚开始轮到官家 应该是好像还没有去五台山的 那个时候八六年大概是十分金刚灌顶的 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个春天吧 当时我给僧众要求他们所有的人参加念破 因为官家可以在僧众里面讲嘛 然后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根登罗沃堪 他跟我说开玩笑 当时那个刺痛罗沃堪叫顾比堪堡 那个根登罗沃堪是不是你当官家也有点偏心啊 你说所有的僧众全部必须参加 你说了两三遍 其他的有些念破话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强调 是不是你有点偏心啊 你给顾比堪堡的母亲有特别的强调 是不是啊 那天我们再谈这个 其实我也希望以后有些父母 有些家人那些事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没办法家里没有人照顾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特殊 但是尽量地为这些王者 为其他的人不要断传承 对他来讲可能我们听课的传承也尽量不断 讲课的传承也尽量不断 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的 只不过我母亲倒是这次 有些网上说的身体所小 这些都是完全是一种传言 是不合时机的 比较符合时机的前一段时间我来见面的时候 当时小姿子他偷偷地拍了一个镜头 后来我看到之后其实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对我来讲应该是 比如说他身体比较重但是没有什么病 很困 说话的时候都是经常睡着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子女全部都已经来了 因为这次母亲生病的时候 我们三个妹妹和弟弟全部都是白天晚上一直护着 大概是一个多月吧一直看着他 他好像觉得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很快乐的 他死也没有什么恐惧也是肯定往生 还有他在学院当中听到的法也多 然后参加法会的功德也大 再加上来到学院接近三十年也没有伤害过 没有扰乱过任何一个人的心 这一点我看他好像也是 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学院的出家人也好 以前在居室里面也是比较随后的 所以我也希望很多人来了学院之后 也不要扰乱别人的心 有些地方可能老年人一般离开的时候 有一种罪恶感可能也不太好 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好像无有什么后悔 应该是一种成就感或者说对修行汹有沉浊 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吧 再加上藏地的很多老年人的确在这方面是比较可以的 随时都是比如说上师如意宝 莲花山大师 祈祷三宝 随时都是有一种很虔诚的信心在里面 我也很希望很多人到了学院之后也好 不在学院 在各个城市当中大家修行方面应该很重视 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提过我母亲是怎么样 其实对我来讲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但是他还是从小都是培养我 也有很多的付出 包括普贤行愿品 极乐愿文 很多都是他给我叫小的时候 只不过他自己不认识所以他教的有些不是很标准的 我在念的时候 因为从小都已经习惯了 他不认识字的话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学来的 全部教了以后有些地方不是特别的标准的 后来看到文字的时候 它也可以 所以我对母亲一方面也没有什么伤心的 但有时候也是毕竟是母子之间的感情也好 互相的忆念也是有一些执著 一有执著的时候我就念一个大圆满的原词 安住于这个境界当中这样也比较好一点的 包括我昨天前天去石头林 看到那些老鹰 他鸟牙鼻露地出来的时候 有点残忍 有点好像接受不了一样 又想着各种办法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很希望每个人不要扰乱别人的心 尽量地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 其实每一个人应该很重要的 同时我们有文化的人应该用文化的方式来闻思修行 没有文化的人至少也是念《观音信咒》 我母亲不知道念了多少我那天问的时候 她并没有直接地回答 他们说是可能有一个多亿吧 一个多亿是已经念了的 她平时习惯 嘴唇一直习惯了 一停下来的时候说话也好 什么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一直习惯的 我们一直不断地念 它已经变成习惯了 其实在修行方面我也不愿意讲什么功德和赞叹他 一般来讲父母赞叹自己的孩子 子女赞叹自己的父母这不是很好 但是事实那里有 真相也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我今天说的一个想法刚才印出来了 要想说的大家以后为了亲人 为了其他人 尽量不要断传承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很希望每个人死的时候 好像那个母亲当时没有什么病痛 这个是个很好的那天我刚开始来跟他说说话 又下去复杂一下再上来的时候病得比较严重 当天晚上慈仲罗仲堪布也给他念了一个破瓦 也很清晰的而且每一个 我今天给堪布说开玩笑你可能有点厉害 他每次念吼和啪的时候他投得很厉害的 感应很强烈的虽然他是在加拿大 但是加拿大的声音已经穿破了他的窟窿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天早上还有丹子罗若堪布 托尼堪布 他们刚好念完破瓦的时候刚好八点钟 那个时候安详的好像也是非常的没有什么痛苦 虽然可能八十五岁吧有一种身体还是很虚弱的感觉 但头脑很清晰他自己也说好像这几天一直很困 不太想老年痴呆战不太想他也知道什么是老年痴呆战 我的意思是很多人我也在自己想 寿命是无常的如果是活到七八十岁都算是 还是比较高龄的了有些年轻的时候也是离开 但不管怎么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最好不要有很多的罪恶 那个时候离开世间的时候那种心态很重要的 即使你有很多的罪恶但是那个时候觉得我已经清净了 我已经很好了这样的感觉很有帮助往生的 本来是修行很好的但你接近死的那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坏的人你造了很多罪 然后这个时候很痛苦 生嗔恨心 诸位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对你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在今天就跟大家这么说一下吧 也算是最近有些人也想知道一下 到底我母亲死了我有什么感受没有啊 听说有些新闻记者也是专门各个不同的地方来采访我 其实人死了也没什么可采访的 不过也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其实藏地传统都比较好 念四十九天 还有很多念经这些都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们汉地可能现在没有完全这样的 但是也可以我们生世九度确实加持非常大的 希望这次也是我们学院各个班的堪布 法师堪木 都在念诵也特别感谢 我倒是并没有要求 但是后来很多人一再说如果不开学好像也不行 后来我也想也可以吧 随缘吧 这次我也没有特意去执着怎么样比较随缘一切都是随缘的 那我今天好像耽误了很多时间是吧 也算可以吧在这里说一下 下面我们念传承 阿顶礼本师世间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上面我念诵文 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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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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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马币兰兰禺 徳疯丁强 南马堤跌光 邋为祈佛 中边见一部行长 速立ileri列列开始 和 collected共感主体 方向向近 were祈禺 事情些难 پ안自己тиров欲喝 挺立 aug化就可以 所有的阻子将在滋活好像在秽签的外衍 egodyōsų jānsīyā ngŏyāng rābdūm' jiā құйė' dhįsk tặngyk tēng kальcuk shewa yī sāngdyej cuyivni rābdūr tūnba įsien mŏnįmėr dįngmėrg ziruattag 而是 您可以用手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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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传承已经用了十分钟 您传承 上 用汉文上讲《妙华莲华经》 那么《妙华莲华经》当中 第一节课主要讲《妙华莲华经》的题目和仪者 旧摩罗师的一些故事 第二节课讲了五种圆满 本师圆满 法圆满 眷属圆满 然后世间圆满和还幻境出所圆满 讲了五种圆满 这样的五种圆满具足以后 下面开始正式讲经的缘起 实际上《法华经》有很多前辈的大德 他们的诸俗非常多 尤其是在汉传佛教当中特别多 有一个法师讲《法华经》的时候 以前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五经传》等诗 他当时说过天台宗的《法华经》 应该从汉朝到唐朝之间 大概有四千多卷画法华的诸俗 大概在颂朝的时候 颂朝以上 整个《大藏经》都是有五千多卷 五千多卷 这样占五分之四的比例 全是讲《法华经》也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的确在一段时间 尤其是从汉朝到唐朝之间 应该看到有些历史 看到有些资料的介绍 就说《法华经》在汉地流传得非常非常广 只不过今天应该也不算特别的兴盛吧 可以这么讲 实际上不仅仅它是天台宗的一个传授吧 应该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卫世众的魁迹大师 他也是有《法华经》的诸俗和讲义 还有三轮宗的激藏大师 他也曾经做过法华的诸俗 这样一来 从整个汉地的历史 或者有些佛法的弘扬来看 实际上它并不是天台宗 独一无二的传承当中的风法 所以我们这次不偏独 不偏教派 什么教派都可以 《法华经》都是佛陀所宣讲的 那么具有加持力和具有殊胜的功德力的 这么一部经典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以欢喜心来接受 也许我个人的兴趣有关吧 我不管讲什么经 我还是很重视它的功德 也很喜欢 我讲俱世论的时候 我说俱世论特别重要 当时确实心里也想 学到俱世论应该很好的 我以后一定要多讲一下俱世论 然后我讲中观和隐秘或者戒律和任何的 包括密法 宪观这些的时候 每一部论典也非常地赞叹 这次我们讲《法华经》不用我来赞叹 实际上下面佛陀也是讲过了他的功德 这样之后有智慧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 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来 这么多的大德 这么多的学者和修行人 重视过这部经典 因为后来试过金钱 历史的便衣 到了今天的时候 人们都是特别重视金钱和定位 名声 这么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 看法画 度法画 还有真实修行和弘扬的人也不太多 这次是一个特殊的缘起吧 我们特殊的时代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是特殊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发愿 今生或者乃至甚深是弘扬法画经 你们自己也在三世诸佛和上师三宝面前可以发这个愿 到方便的时候我也要求让你们举手 就是看这个 有些人可能实在找不到眷属 实在找不到眷属的话 看看下一辈子 只有这样吧 有些只要有这个机会 以后我也特别希望 比如说我离开人间之后 传承已经圆满清净的话 你们也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讲 我也根据藏文的有些道理讲 希望你们也好好地记住 因为我毕竟是以藏传佛教的一个法师 以藏文的传承为主 你们以后给别人弘扬的时候 我曾经藏传佛教的 如果不想提我的名字的话 有一个法师 有一个人那里得过 得的时候 好像这个是藏文当中这么说的 这样可能互相对应 我看到汉文很多大德讲的时候 有些道理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 藏文当中一目了然 藏文当中又不是很清楚 在汉文当中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下面讲的时候 大家也经常要关注 不然听是听了 我不知道那点 反正我原来听是听过的 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 凡是我听是听过 不知道怎么结实呢 反正你自己祈祷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麻烦 我们下面开始讲 眷属全部都已经圆满 当时发华的现场是非常庄严的 这个时候世尊有四种眷属围绕着的 比丘比丘列 尤婆舍 尤婆仪 这叫做佛陀的四种眷属 他们供养恭敬 赞叹尊重 就是这个 佛陀为菩萨宣说大乘的经典 名字叫做无量义 那么教菩萨的一个方法 叫《诸佛说护念》的 无量义的经典已经讲了 其实《法华经》按照天台宗的观点 他在前面讲了六种锐项 依靠自身的六种锐项和 依靠其他的六种锐项 第一个锐项 他们说的是说法锐项 说法锐就是说佛陀当时为菩萨说大乘法 说什么样的大乘法呢 无量义的经典 无量义的经典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确实有这么一个经典 现在好像《海闻大藏经》当中也是有 《海闻大藏经》里面一个是无量义经 还有叫做《观普贤经》 然后《法华经》 这三部经典叫做《法华善经》 有些认为这个是《法华经》开始的一种 缘起的这么一个经典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所谓的无量义只不过是《法华经》的一名 《法华经》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里面说过 《法华经》有十七种一名 其中无量义也是他的一名 不同的名称而已 也是这样说的 按照藏文的话 这个不一定是另外一个经典 按照藏文的话可能前面 比如说加上一个 为诸菩萨语说大乘经的 相说语 语界的语吧 为诸菩萨语说大乘经 名无量义 教菩萨法佛说护念 佛说持经义 这一语 藏文当中没有看到 这样也是可以的 因为刚才所有的眷属围绕着的时候 佛陀为了这些菩萨 相说一个大乘法 实际上是无量义 其实无量义 在藏文当中是《大绝则经》 《大绝则经》就是指的《妙花莲花经》 按照《藏文大乘经》的观点 好像不需要单独一个经典 然后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一切诸佛 叫菩萨的方法 也就是说 一切诸佛所护念的 这么一个《妙花莲花经》 他诸佛所护念 也有很多汉传的智者 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是这个全部是变成一乘意识 意思就是说 佛陀在四种弟子围绕的时候 佛陀为相说大乘的法 大乘的什么法呢 无量义 或者大绝则的经典 大绝则的经典是什么意思呢 叫一切菩萨诸佛所护念的 也就是《妙花莲花经》的教义和它的意义 诸佛菩萨都是所护念的经 我们《阿弥陀经》也叫做诸佛护念经 有这个说法 所以说《妙花莲花经》实际上是诸佛所护念非常重要的经典 我们学习它的话 诸佛也是会忆念我们 加持我们 垂念我们 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一项它叫做说法瑞相 第一个 第二个它下面是如定瑞相 按照天带众的话 那么这个叫什么呢 佛陀借伽佛作 入了三昧顶 入什么样的三昧顶呢 叫无量意或者大绝则意的这么一个三昧顶 禅顶当中 身心不动摇 这个是因为要说经典的时候 先佛入顶 我们也有时候讲经说法也好 有时候修行的话 心完全静下来 分别念全部断开 这也是很重要的 佛陀说这个经典之前 他入于无量意或者大绝则的三昧顶当中 这个叫做如定瑞 第三个 欲化如相 降下化欲 当时佛陀入定的时候 天上降下了什么样的欲呢 曼达罗语和莫河曼达罗的花 曼达罗应该是白色的莲花吧 莫河曼达罗是大的白色的莲花 然后还有满树沙花和莫河曼沙沙花 这个是大的白莲花 小的红莲花 大的红莲花 那么这样的花语 降在佛陀的身上 还有整个聚会大众的身上 这个叫做什么呢 降下花语 出现这样的瑞显 当然有些禅师 它不仅仅是一个花 它是一种加持 它是一种表象 它外在是一种花语 但实际上内在 所有的眷属和佛陀处于另一种境界和状态当中 也有这样的处法 这个是第三个 叫降下花语 第四个叫地动的瑞显 大地震动 普佛世间六种震动 所有世间的佛刹出现六种震动 六种震动一般很多佛经里面 比如说动 气 用 震 火 还有觉 有几种不同的吧 其他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 但是这个是不是像地震一样 真是震动呢 也不一定的 它出现这样瑞显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六根 智者大师和很多大师讲六根 也就是说所有的六根得以清净 应该这个是玄幻上人 他们讲的是以六根来解释的吧 智者大师六根有 每一个瑞显 大地震动的 每一个瑞显有分三种 这样的话十六根 十八根 他用十八根清净的一种现象 实际上我们整个六根得以清净 还有四杀二种无名得以破灭 摧毁 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也可以说是大地震动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也可以说 比如说以前的莲花生大师 很多大德传讲的过程当中 外面出现花雨 大地震动 真是大地震动的 也有可能这样的瑞显 但是大多数的话 它是内在的一种动摇 内在一种六根得以清净的一种表示 也有这个意思 这是第四个吧 第四个大地震动的瑞显 第五个 中西瑞显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比丘和比丘尼 尤婆耶和尤波士 还有天龙 夜叉 千塔婆和阿修罗 加鲁罗和吉纳罗 还有罗侯罗家 人和非人 以及小的国王和转龙王 他们都有未曾有的欢喜心 非常非常开心 一直观察佛陀 因为当时整个一般来讲 有些高僧大德说法也好 大菩萨转法论也好 还有佛陀转大法论的时候 他的整个会众 所有的这些人 都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欢喜心 以前《上日如意宝》 每一次传一个佛法的时候 的确是下面的人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的欢喜 包括我每一部法我现在翻开的时候 法王当时讲《大乘经庄论》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欢喜的心 法王讲《百年传》 《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也很欢喜 法王讲《戒律根本论》的时候也很欢喜 好像每一部经的时候下面的人全部都觉得 这部经典圆满的话我的人生都是真的有意义的 也有这样的 当时佛陀因为要准备传讲 出现这样整个内外的一些好的瑞相出现以后 所有的这些你看人和非人 人是大家都可能肉眼看得到的 非人的话我们一般肉眼都看不到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集聚在一起的 这样全部极其的欢喜 都一直以欢喜的掩饰看着佛陀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中西瑞相 大众欢喜的瑞相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叫做当时佛陀发光的瑞相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的密间放百号那里发出光芒 然后照耀东方的一万八千个世界 整个不数不周遍的全部周遍了 下只金刚阿比地狱无间地狱和上只那幽顶 他这里阿加利查天实际上有些好像佛教大字典是什么 我看到那个里面说是色戒最究竟的 但色戒最究竟还有上面五色戒 所以应该是有定的 藏文当中也是说的是有定 那么整个一万八千个世界的 所有的下只地狱和上只飞飞翔天之间的一切世界 都全部照耀显现得非常清楚的 这以上叫做六种自身自己方面的瑞相 天台宗一般他用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瑞相吧 实际上这是一个缘起吧 但是他们经常用的是这样的词 所以按照天台宗的有些观点来讲可能也好一点 我们很多人来讲也是对天台宗的一种学习 本来他《绵花粮花经》用了其他论识的方式 所以我也尽量的没有时间 本来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尽量的参考 刚才露提口有一个师父说 《天台宗的什么宝宝啊》 我说稍微等一会儿 过一段时间 他说拿不拿现在给你看师父 师父说 要不要现在给你看我说没事没事 等会儿再过两天吧 我这几天有点忙不过那个我还是看吧 方便的时候还给我带过来 我看看天台宗很多的 这次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一下天台宗的很多观点 学《绵花粮花经》的同时 我也希望你们看一些其他的讲义 比如说智者大师的讲义是比较古老 不是特别好懂 文字不是很好懂 但是《绵花上人》也是直接讲 《绵花粮花经》《绵花粮花经》 那个直接解释智者大师的一些古文 如果要看它基本上懂智者大师的很多观点 这一场叫自身的六种瑞相 下面叫踏方的六种瑞相 这个瑞相也在这个世界可以看得到 那个地方刚才东方的谣言世界这个地方的六道众生 这是一个瑞相 看六道那里的众生 然后第二个是见到刹土当中的所有佛陀 还有文字附近的场面 这个是第二个瑞相 说法的 刚才是六道众生 佛陀在那里说法和其他四种眷属在听经的状况 说法的状况 第三个见到那里的比丘和比丘尼 佛陀和佛舍 还有其他修行和得到者的状况 他那里的修行人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见到了诸佛菩萨 诸大菩萨 大菩萨以种种因缘和种种信心 还有种种相貌行菩萨道 这个是第四个吧 这个也可以这么说一下吧 就是其实菩萨用种种因缘 种种心结 种种相貌行菩萨道 这个很重要的 很多上师也实际上有种种的方法 有些可能是比较顿根的众生面前 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法 有些讲一些甚深的法 有些显示这种行为有些显示那种行为 有些可能通过比喻来说明 有些是通过让别人另一种方式来生起信心 在我们世间当中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有些是喜欢吃月饼 有些喜欢吃蒜辣粉 有些喜欢吃麻辣豆腐 有些喜欢吃蒜菜等等 所以每个人他的爱好不同 所以菩萨弘法的时候也是有种种行为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自己看不惯的时候 尽量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如果别人真的有这种过失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出来吧 也可以说看到别人真的搞世间八法 这样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出来 但是一般来讲每个菩萨你看这里说 有种种因缘 种种心结 种种相貌 行不少道 我们可能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这个相貌对我不适合 所以很不好啊 因为这个心结就这种信心 他是行大乘的 现在是行小乘的 现在是其他宗教的 我们也尽量不要去非议或者诽谤他们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第四个 已经见到菩萨的种种行为 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还有第五个见得到 诸佛实现涅槃的状况从这个刹土当中 第六个 涅槃之后作佛的舍利起宝塔 就是这个状况他们去供养 去顶礼 后来实现涅槃以后的整个状况 这是六种瑞相 当然其他的一些讲义当中好像第四种瑞相 第三种瑞相并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对照 虽然藏文当中没有这样分的 但实际上按照这样解释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按照天台宗的观点 自方的六种瑞相和他方的六种瑞相 以上可以这样介绍 下面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刚才知道佛陀当时入定以后发光 现前东方的所有世界 这个时候弥勒菩萨是这样想的 今天世尊显得这么不可思议的神通 你看他这样一入定之后 所有的眷属都看到东方世界当中的很多状况 这是什么因缘呢 就看到这些瑞相 今天佛陀入了这样的善美定之后 有不可思议的稀有瑞相 那么我这个状况应该问一问 为什么佛陀实现这样的神变 他的什么意义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显得 到底这些东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很多问题就出来了 弥勒菩萨想我要问 问谁好 那么谁能回答 这个叫做一般天台宗他叫三念 三种念头 当时弥勒菩萨他就产生三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是想 今天佛陀为什么出现这么好的神变 瑞相 这些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这个瑞相到底象征着什么 我要问谁 这个是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 那么问谁才能真正对我回答 满意能够得到大福是谁 这是第三个念头 当时弥勒菩萨他就产生这样的三个疑问 那么那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想 哇 我们今天所有的眷属当中 文殊斯利菩萨是很厉害的 文殊法王子他曾经供养过无量无边的佛陀 他应该有这个经验 他这个稀有的瑞相他应该可以回答 应该问他他当时心里是这样想的 他先这个问题给谁问 后来他一想起来了 哇 这个是跟其他人问 跟一个凡夫人问 他肯定不知道 没办法的 跟一般的菩萨问他也没办法回答 但是一般可能问文殊菩萨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文殊菩萨他以前无数勾入来 也是做过城市和做过供养 所以我们有些问问题的时候 也是一般比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 不然你刚刚出家的时候 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什么 要给他问问题他不一定能回答 你要回答的话 这个上师 这个堪布 这个堪布 这个道友 听说他已经在学院里面待过多少多少年 他一直过多少上师要问他 他也应该有智慧 不然到时候就不知道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这些事情不能问问题 首先要跟你说清楚啊 今天这个场合当中不能问问题 如果你们问问题 我要去做了 我听说有些人开始讲经 有点害怕别人提比较尖锐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们传法 但是唯一的一个要求 唯一的一个条件不能跟我提问题 因为我今天不说了 这个缘起不说了 有一个缘起 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 所以弥利菩萨他就想 今天这样的热相应该问谁啊 可能闻殊菩萨好 因为他有经验 他肯定以前在很多诸佛菩萨面前 这样供养成师的时候 肯定其他的佛陀也会发光 有很多热相 其实佛陀说法和有些发光 现在这个《法华经》 佛陀的百号间发出光 就变成缘起 《大般若经》 佛陀的整个身体 从教掌一直到头顶的全身发光 后来讲《大般若经》的 像《大涅槃经》 佛陀的面部发光 变成因缘 《法华经》里面有些瓶 从教掌发光 有些信件发光 好像我也看到《法华经》的很多瓶 每一瓶都有不同的缘起 所以通过发光而实现的因缘也是非常特殊的 因此当时弥勒菩萨发这样的光 到底是什么缘起 要问文殊菩萨 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弥勒菩萨产生怀疑 还有其他当场眷属当中的比丘 比丘利 有菩萨 有菩萨 还有天 龙 鬼 神 他们也在想 其实我们人还是有很多问题 有些是刚开始学佛的人都问问题 路上一般都不让过路 一过路的时候一大堆问题 路上挡着你等一等 我要请教一个事情 你要走路的时候背后大声喊 哎 干不当当啊 我要给你问个问题啊 所以我一般能够 提问题的时候可以在我们有机会 不然路上要提问题的话就很麻烦的 路上都在过路路上一边问问题 这样还是不行的 可能弥勒菩萨问文殊菩萨的时候 也是大家都坐在这里问的 不是在背后或者路上看到的时候 你坐着 我要给你提个问题 你站着 你站着给我 我要给你提个问题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很多有问题 然后慢慢慢慢 时间长了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们现在学院里面 待了十年以上的人 基本上问题全部已经解决完了 就没有了 还是比较可以的 所以可能是天龙夜萨他们也是这样的 刚醒来的一些天龙夜萨 他们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比较久的就像我们 相吉拉摩 摩什么天啊 我们龙泉的龙泉湖这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龙 以前登珠法王时代的时候龙 还有西山有个护法神 他们以前在登珠第一世法王 法王如意宝 很多大德面前都是听过法 他们肯定不想问问题的 这些人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当时你看 比丘比丘里和哈佑婆依和佑婆侍 他们心里也开始想 佛陀的发光身体 他们发出这样的非常锐香 有发光这样的锐香还是很稀有的 他们并没有这么详细地说 赞文里面稍微广一点 到底是给谁问好 你看他们天龙夜萨和比丘比丘里 他知道是问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谁问 弥利菩萨知道说这个只有文殊菩萨才回答 其他的天龙夜萨和比丘比丘里 这是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是谁问好 他们很有可能天龙夜萨都互相问 但互相问的话不一定能回答得很好 在这个时候弥勒菩萨一方面解决自己的疑惑 另一方面他就了知四种弟子的心态 藍文里面说是了知 在汉文里面说是 有观四种比丘比丘里 尤婆耶和尤婆舍还有天龙鬼神等终会之心 他观所有的心也就是说他知道所有的 他自己一方面也想解决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好像也有很多天龙鬼神 尤婆尤婆舍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知道大家的心之后他开始确定问文殊菩萨了 然后弥勒菩萨就开始问问苏菩萨 他就这样说的以什么样的因缘呢 出现这样的瑞相放大光芒照样于东方的一万八千的国土 都照见了佛陀庄严的世界 弥勒菩萨把这个问题重生地比较广地宣说 以偈颂的方式来宣说因为这个问题 下面是弥勒菩萨问那个文殊菩萨 大家要知道这个情节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弥勒菩萨问文殊菩萨的 他问的问题基本上是上面的一些意义 但是下面它还是进一步的 每一个问题它代表 代表神代表菩萨众代表所有的阿罗汉 代表所有的这些鬼神 所有的天龙八卜所有的众生来问 我尽代表 下面就弥勒菩萨问以偈颂的方式来问 那么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 有些长号文下面在《面黄莲花经》当中 是比较多的做偈颂 偈颂的时候有时候跟长号文和偈颂的意义 比较相同的那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原因应该是 龙牧菩萨在《毗婆施主论》当中有毗婆萨论 我们简约说毗婆萨论当中有这个原因 这个很重要的 可能我们有时候看经文的时候 为什么把长号文说一遍 你看《普明品》 《普贤行愿品》 很多都是用长号文当中也讲一次 然后下面有提颂的方式也讲一次 那为什么反反复复地这样讲 难道没有重复的过失吗 为什么这样 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龙牧菩萨在《毗婆沙论》当中 说过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叫做善化观化 就是善化观化 善是善文的善文 它意思是什么呢 善化指的是善文 长行文的意思 观化就是偈宗的意思 按照印度的传统一般作者做什么论典的话 既有长行文 也有偈宗的方式 而且这个内容也相当相同的 后来好像有些智者大师的文集里面也是说了 汉地的一些文章前面有个前言 后面有个后续 后面有个后集 这是一般汉地的传堂 印度一般造论的风格 造经典的风格 它整个风格也有长行文 也有偈宗 这是一个传统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众生的意乐不同而这样 有些喜欢偈宗 有些喜欢长行文的 我们前面用偈宗的方式 有些一看偈宗就很有意思的 他欢喜 有些是长行文很欢喜 所以第二个原因是众生的意乐不同 第三个原因是获得的定解不同 有些是依靠长行文 他真正能懂得其中的意义 有些是依靠偈宗才明白其中的意义 所以生解不同 产生的定解不同而已 然后第四个是利根不同 众生的利根和顿根不同 如果是利根者要么讲一个长行文 要么讲一个颂词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顿根者先讲一个长行文 然后讲一个颂词 这样的凡夫最后顿根者确实是比较明白的 所以这是有这么四种原因 佛经当中经常有偈宗和长行文互相有一点重复 或者有这样的原因在这里 那天我们讲《药师经》的时候也有一些吧 大家都知道 那么下面我们有偈宗的方式来弥勒菩萨问文殊菩萨的内容 我就不念吧 为了解散世间我大概的意义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也跟六瑞相有关系的 说是文殊菩萨道士应该问什么原因 这个道士佛陀为什么民间百号发出大的光芒普照世界 当时讲下了曼塔罗语 还有曼苏萨花 这些花以谭香的风结合起来 让人们众生心里非常欢喜悦意 开心 以这个云源整个国土 当时我们所在的国土全部清净庄延 而且在这个世界也出现了六种震动 所有的四种 比丘尼和比丘尼等 四种眷属都皆大欢喜 并且他的身心快然 赞然 常快 非常欢喜 未曾有这样的欢喜 这是我们跟自方的六种热相有关系的 百号发出光芒之后 照耀于东方的一万八千个世界国土 变成全部是金色的 并且宗阿比达余的上面的油灯之间 所有的世界六道众生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些众生有些在死 有些在降生 而且他们善和恶的因缘 好报和恶报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原因 他问的一个问题是他头的因缘吧 还有问的什么呢 有时当时看到这些佛陀狮子 就像耶稣当中的狮子一样 人中之世的佛陀为他们讲说 非常微妙 最殊胜的法要 而且他是用特别清净的声音 有柔软的声音 教无数无边的菩萨宣讲 甚深和用凡音来讲 用凡音来深深 他这里深妙 藏文当中是深光 用凡云深深和光大的方式来宣讲 让这些众生闻到以后获得快乐 于所有的世界当中在说法 佛陀在说法 而且说的方式以种种的因缘 无量的比喻还有种种的因缘 藏文当中是种种的推理 可能佛陀在讲这个法的时候 有些是以比喻来说明 有时候用一些逻辑 哲学 用一些推理 有这样的因缘给他们宣说佛法 让这些众生获得开悟 也是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这些都是在问文殊菩萨 他下面讲也是 这个世界当中 一个是世界当中他宣讲的状况 一个是间接也问一些问题 下面讲到善乘法 如果有些人遭受痛苦 厌烦生老死病 那么为他们宣说涅槃 最后痛苦都尽了 这叫做圣文成 有些人有了福报以后曾经供养祝福 并且希求正法 十二缘解法 最后给他宣说了缘觉成 然后获得了缘解的果位这是缘觉成 有些人有了福报以后 有些人成为佛的佛则 修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种种菩萨心 求无上的智慧为他宣说大乘的菩萨道 这叫做三乘 宣说了三乘 然后弥勒菩萨告诉文殊斯利菩萨 我住在这个地方 有听到 有看到这个世界 还有非常多的这些事情 今天在这里可以掠索 下面掠索 他说 我见到刹土 有恒恒杀素的菩萨有各种各样的因缘而求佛道 这个是一个掠索 下面实际上有六波罗蜜多的广说 六波罗蜜多广说当中 我今天只是把布施波罗蜜多说完 就算是我们今天的课完成 首先第一个讲布施波罗蜜多 布施波罗蜜多有些行持布施 布施的财务是什么呢 金子 银子 蒜花 珍珠 牡力宝珠 还有车雀和马拉以及金刚等各种各样的珍宝 还有鲁臂 城池 装饰的各种鱼链 什么宝石鲰鱼 鲰鱼 好像很多人拿的车叫做鲰鱼吧 就是这些喜欢布施 君子一眼 十马难指 十匹马 就是拉着的车 是不是很快 也有这种说法 孔子手 春秋缠骨手怎么讲的 意思就是这是古代的这样讲的吧 应该现在可能用其他的车程也这样 这是供养布施 欢喜的布施 这个布施的目的就是像佛道 自己愿获得了最上场 三界当中的第一场就是大场 大场实际上诸佛菩萨所赞叹过的 布施财务的过程当中 藏文当中有六七个句子这里比较略 好像藏文当中比较好懂一点 意思就是说布施者通过这样的布施 会想让一切众生获得了最上场 而且三界当中最好的场 诸佛菩萨所赞叹的场就是大场 圣场 愿众生获得了这样的圣场的妙国位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些菩萨会布施宝车 司马 南瞬 南干 宝盖一般古代的车都有这样的 还有宣饰 装饰的这些装饰品都予以供养 有些菩萨见到有些菩萨将自己的身体 肉 手脚 还有妻子 儿女等等也是为了获得无上妙道而布施 有些菩萨也见到了自己的土木老水身体 当然每个菩萨的状况不同 前面也是一个身体布施 这边也是一个身体布施 但是我们看到传记的时候 每个菩萨布施的方法都不相同的 还有其他所有的财物为了获得佛陀的智慧 而作进行布施 所以这个《棉花莲花经》 字面上简单这样解释的话 你们也应该打开一些思路吧 我希望这次学习以后至少也是字面上 和整个字面上知道佛经里面讲的是什么 然后同时也知道每一个情结到底是什么样 佛和菩萨之间的对话是什么样的 这一点以后你们弘扬的时候也很需要的 这次大家也好好地做好将来弘法的准备 同时自己也有欢喜心来接受佛陀的过程 接受的这样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圆满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这次讲到这里 我哄哄哄,我哄哄哄